总统马英九前往佛光山祈福 跟新云大师对谈 新云大师建议马总统 要找回迷心跟国民党流逝的人才 也要和在野党做朋友 另外对于马习惠 新云大师也说乐观其成 总统马英九顺着农历过年前 来到佛光山上乡祈福 新云法师除了前往迎接 还特别和马英九会谈超过半个小时 而两个人究竟讲了哪些内容 大师表示只是向总统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要让我们整个社会吉祥的温暖 有一些不同意间的策则的要都找回来 甚至民进党也是朋友 做政治应该没有地人 说要找回民心 也要找回流失的党内人才 和民进党更是要化敌为友 大家一片和谐 社会就会吉祥 而新云大师更是对马习惠提出看法 新云大师表示希望马其会能够成功 两岸彼此多来往 而马英九离开的时候 虽然脸上还是挂着亲切的笑容 不过不知道大师的建议 马总统听进了多少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